三年最难的事情就是没有科员 就是因为我这个成本其实挺高的 然后就得硬熬着嘛 三亚的房东呢 他也没有说因为不可抗力 给你减免租金的这种习惯 这三年整体是盈利的还是亏损的 其实是亏的 但最近这个月 就是这个月结束之后 一月份结束之后 我应该能把就是这个三年的账平了 一个月的盈利能够抹平 之前三年的一个小幅亏损可能是 对 是的 是的 因为今年这个月确实还不错 记者还得是 可能是一个月抹平三个月的 三年的亏损 现在是20223年1月7日 这是新浪浪榜榜首 电商记者在线 感觉这条 是买的个热搜 榜一 只要让大家可以随便说话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质责 这个里面下面就有一个质责 他叫 乔华朋友 他说我问个问题 一个月就能赚回三年的亏损 这样的地方这么高的消费 你们还敢去吗 问的挺好